警察局 孙先生 这位是我们警察厅的金厅长 金厅长 孙先生 我喜欢开门见山 那些客套话就免了 我要说的是 你的条件 我全部可以满足 而且我还会给你更优厚的待遇 但是这需要有你相应的回报 秦厅长 我可以把我们小组 人员的详细资料给你 我喜欢大鱼 这些小鱼小虾 我没有兴趣 我这次来哈尔弊 有一项任务 是给游击队制作定时炸弹 冬天了他们缺粮 准备在近期 袭击一处粮库 具体是哪座粮库呢 这个我真不知道 我就是听游击队长李立军 提到过一句 大概是在阿诚一带 李立军 你应该能找到他吗 明天早上九点 火车站接头 请听长 这个回报 您满意吗 如果明天 我们能够如意地抓到李立军 我可以保证一周之内 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份 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 不过孙先生 我其实呢 还给你准备了一张支票 在满洲国境内 他随时可以支取 我想 你对钱 都很有仇啊 孙先生 你故意隐瞒已婚的事实 而且你的家人 包括孩子 也一直没有见过妈妈 这个太不合合常理了吧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的妻子也是共产党 而且她的身份 比你更重要 她以前是游击队的机要员 但是三年前牺牲了 如果孙先生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情报 把这张支票 把这张支票 我只能收回了 我 我有 金天长 我有一个情报 剃刀就在你们警察庭里 把这些事口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许从良你那么大动静干嘛呀 数就数呗 这你就嫌动静大了 那万一一会儿白科长弄出更大的动静来 怎么办啊 宋良 你是说老白会整出大动静 那肯定啊 白科长肯定是抓到共产党的大人物了 你觉着呢 管科长 那说明白科长能力超群 怎么 你嫉妒啊 我嫉妒什么呀 我就是想说 以白科长的能力 顺藤摸瓜 再挖出个剃刀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要我说呢 咱们别讨论白科长 我觉得这点儿了 咱们应该定点宵夜吧 这万一白科长让咱们忙起来 可就得饿着肚子干活了 我让金圣元给咱们送点饭怎么样 倒是说句话呀 宋良说得对 赶紧订餐 要不然一会儿就没得吃了 那你订一下吧 蔡科长想吃点什么呀 随便啊 一切听你这个事务科长的安排 来 给我接一下金圣元 林老板吗 我是警察厅的许松良啊 许松良 原来是许科长啊 您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想让你给我们送点宵夜啊 好说 好说 您都想吃点什么呀 官科长 您想吃点什么呀 林老板 我们官科长最近有点火荡 你给他做点清淡的吧 对了 咱们俩上回说的那个协议 是否还有效啊 有效 有效 当然有效 林老板果然是爽快之人啊 好 那我们就等着你的吃喝了啊 好 好 什么协议啊 许松良让我给他介绍个对象 这都怎么了 看着我干嘛呀 你刚才说的那个协议 怎么回事啊 金圣元以后给咱们送菜 五折 多少 五折 这也太便宜了 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 谈了两次就给谈下来了 人才啊 你当警察真是浪费了 你要是做生意当老板 没得说啊 咱先别扯别的 来 把账先给结了啊 我那是多少啊 你 应该没输多少 来 蔡科长 您点点 这是您的 叶科长 这是真没输多少 这剩下的都是官科长的了 咱们现金结账 您数数 好 先欠着 金厅长 孙先生 为了戏演得真一些 你只有受点皮肉苦了 季 季地长 您答应过的 您肯定说话算说 您放心 我金三璞言而有信 继续 是 莫牌 你干什么呀 看什么玩的 来 给我牌的呗 二饼 你跟金圣游儿代林老板 到底订的什么鞋呀 你来 把二饼 一来 把二饼 以后他们送饭 五折 说人话别说鬼话 五万 他觉得我人特别好 想把他妹妹嫁给我 让各位久等了 但是俗话说好事多么 昨天晚上在清茶妓院的行动中 白科长在嫖客中 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 这个叫孙奎的可疑人员 很可能是共党地下组织的 一个重要人物 厅长 你的意思是 这个孙奎还没有招过 此人很显然受过专业训练 白科长审训了他三个小时 没有多少突破 所以啊 把你们几位找来 目的就是要集思广益 找到孙奎的弱点 逼不得已的时候 就是采用车轮战术 也要突破他的防线 等臣 把孙奎的资料 还有审讯记录发给大家 讲述 ар儿 凯秦 仇ichte 凯秦 确认 凯秦 ixon 黑 的 若没有人有勇气 先上 时间紧迫 没有人自告奋勇 那抓救吧 白科长 蔡科长 叶科长 官科长 撬开孙奎的嘴巴那可是大功一箭 如果你们不愿意去 那我可就去吧 老几位可别跟我抢啊 听着 我愿意先上 秋凉 勇气可嘉 我嘱咐你几句 老白 来 这个 都好好看看吧 队长 我自己进你游戏 总理啊 这是日本特务机关本部 新研发的一种药 可以使人的大脑 不受抑制的支配 但是现在 还在临床试验阶段 稳定性很不确切 正好 我们可以拿它 在孙奎的身上试验一下 丛梁 我一直都很看好你 要把握这个机会啊 谢庭长栽培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许队长 老师 你可能不认识我是谁 但是半个小时以后 你会牢牢记住 也会记住自己受的罪 别做梦了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打 你认为内奸 出自他们四个人之中 这个不得好说 这刀是在警察厅 重组以后才出现 这就说明 它是从旧部调过来的 咱们警察厅 经济体力的工作人员 从旧部调过来的 就有几十个人 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 按照常理推断 共产党费尽心思 打入我们内部 绝不会安插在 一个普通的位置上 那样的话 他们也不会搞到 有价值的情报 再加上孙奎的供述 就更加明确 剃刀一定在我们警察厅 的通高层人员之中 至于会议十年四年 不管是不是剃刀 首先必须彻底清杀 不要说摩棱两可的话 直接说出你的判断 是 我觉得蔡科长和叶科长 可以排除 他们虽然是从旧部调过来的 但是在那段期间 也一直是您的手下 如果他们是共产党 以前也会有漏洞表现出来 官侠姐嘛 虽然之前在日本 但是她的履历清清白白 来哈尔滨这段时间 也没有异常的表现 我觉得也可以排除 那你的意思 许从良 仍是最可疑的那一个 许从良虽然不是从心经调过来的 但是之前 她一直不在我们的视线之中 这小子还不开口 刹大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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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问老子干什么 你不是不说吗 这一针下去 你什么都说了 Geez 这么 сох ici 今天 你要把这余 king了 呀 洪吪 怎么样 Harris 好 好 如果许从良隐瞒孙逵的供述 或是故意深切 那就足以证明 他就是提到 徐班长 好像遍俏了 你先出去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明白 你叫什么名字 孙宝正 你老婆孩子呢 老婆死了 孩子三岁 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 民国二十年 你的上级是谁 李 李立军 你们俩怎么接头 明天上午九点 何车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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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能 老婆死了 还是三十年 人家孙先生是有老婆的人 只不过是不在身边而已 你怎么知道 他自己告诉我的呀 还总是拿着他老婆的相片看 说有一年多没见过了 歇会儿 歇会儿行吗 歇会儿 厅长 怎么样 有重大突破 要没打进去多久 宋慧就招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李立军是他的上级 明天上午九点在火车站街头 听长 这个药物的性质还不是很稳定 如果孙奎所说的一切 是因为神志混乱 胡言乱语的话 总理啊 你去把叶科长给我叫来 我陪他再去审一次 反复几次 就能够认证药物的准确性了 好嘞 刚才的审讯过程 回去对谁都不要说 是 厅长您放心 从现在开始 我的嘴就缝起来了 来来来 管科长 尝尝这个 老爷 厅长叫你过去 什么情况 去了就知道了 快 你们这都吃差不多了 我这菜点的还行吗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老四 嗯 不吃了 嗯 吃完了 吃完了 你吃饭能不飙起嘴吗 官科长 这事你可不能怪我啊 我这毛病啊 是打小养成的 我们家呢 有个邻居 这小姑娘呢 吃饭就爱叭起嘴 我是跟她学的 她叫什么来着 林静 嗯 后来呢 这小姑娘去了外地 我再也没见着她 但她有一个哥哥 做饭那叫一个香 跟这金圣元的饭 差不多 啊 这么说 你打小就有口福了 嗯 嗯 我不是牛口福 还有眼福呢 那小姑娘长得可好看了 我小时候就在想 长大了 她又能做我老婆 那多好啊 看来你从小就得女人感情 彼此彼此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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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睡了 该你了 该你了 那骨子好看吗 你去了就知道了 快点 那我去了啊 马到成功 老爷 抓点时间睡一觉 老爷对身体不好 老爷身体好着呢 熬个通宵算什么 宵夜不错啊 想吃吗 菜都凉了 给你热一下吧 你肠胃不好 不用了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吃宵夜了 行啊 关小姐 你俩这关系发展得够迅速的 连老白肠胃不好都知道了 这又什么呀 老白手上大鱼记小一句都发红 一看就是肠胃不好的表现 你还会看手相啊 不知道吧 我正好闲着没事儿给你们看看呗 好啊 看看吧 会看手相 你看啊 看啥玩意儿 咱俩是好兄弟吧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呢 当然是 一会儿关小姐给老白看完 我们要先看 好 我跟她亲近的机会不多 你不会跟我抢吧 撤 老婆就给你创造这个机会 这就是我考虑一个好的关系 不能老婆按时吃饭 这样会有问题吗 你也别担心 准备事会变的 只要你现在按照健康的生活方式 生活呀 以后我擦这个掌纹 会按照健康的趋势发展 行了 行了 你已经够健康了 来来来 关小姐给我看看 许从良 你过分了啊 老白 不至于吧 跟她一般见识干啥玩意儿 你先让她看 一会儿她完事再给你看 来来来 聊会儿 快 关小姐 聊会儿 给我看看我这婚姻线 我什么时候能讨着老婆 你这婚姻线 一看就讨不到老婆嘛 老蔡能不能审出来 在警察厅干了这么久 你还不知道啊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咱们说我得打一辈子光棍了 那可不是 不是 啥不该问的 老菜头去那么半天了 神仙是个阴谋 你快好好看看我这手相 我这手相有玄机 这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 你怎么知道啊 我是谁 我自己的手相我还不了解 你就跟我说说吧 有啥不能说的呀 你到底是谁 林静 孙魁早已叛变了 关会长 关会长 还厅长有请啊 行了 只能给你看到这儿了 回头再说 还没说呢 我这儿打光光要打多久啊 哎 嗯 嗯 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哼 嗯 嗯 嗯 啊 啊 blis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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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海丹 这是日本特务机关本部 新研发的一种药 它可以使人的大脑 不受抑制力的支配 目前呢 还在临床试验阶段 对付他还用这个吗 两分钟我就让他开口 来 海丹 你这是 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还是不说 我说 我说 明天早上九点 我和李立军在霍山寨碰头 干爹 烧了 白科长 进来 孙逵怎么样 还好 是皮肉上 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一直在破口大骂说 说我们不讲信仰 我也没想到海丹下手会这么狠 能对孙逵开枪逼供 足以证明关小姐不是提到 不仅海丹可以排除嫌疑 其他几个人也没问题了 虽然这次没有查出剃刀 但也足以让我们安心了 看来剃刀另有其人 从明天开始 你负责仔细地排查 厅里的所有人员 但是要秘密地进行 动静别动得太大 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 别再把我们自己搞得草木结冰了 不过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利用孙逵抓住李立军 后续的事宜你都安排好了吗 老师 我觉得在释放孙逵之前 我们还可以从他身上查出更多情报 我感觉他在一个问题上有所隐瞒 你是说他老婆 孙逵咬定他的老婆已经死了 但我觉得他在撒谎 我甚至觉得 他的老婆很可能比李立军还重要 是打算在他那条胳膊上 再开一枪 老师您忘了 我们的测谎仪已经调试成功了 我们的测谎仪已经调试成功了 请长 请长 各位都辛苦 请长 坐坐坐 坐 不过辛苦的代价是值得的 我们突破了孙逵 还获得了有价值的线索 孙逵明天上午将和他的上级接头 目前这个消息 仅限于咱们几个知道 保密的程序我就不说了 今天晚上大家委屈一下 都在各自的办公室休息 具体的行动安排 明天早上再向各位传达 谁订的餐 是我 厅长 虎师不错啊 我的呢 您 我真给忘了 好 忘得好 厅长 厅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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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快去 老蔡 琢磨什么呢 审问都结束了 你说这老白干什么 是啊 老白干吗去 我问你呢 你有学问 我问你个事 有一首诗 什么女人 灯火 还有这个回头 那 那诗怎么念 回头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是这句吧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你想什么呢 我在寻思老白干什么去了 对呀 这老白到底干什么去了 该不会给厅长买饭去了吧 快快快快 我能想到的就是给厅长买饭去的 这不你问我们嘛 对呀 看 对呀 查过了 没有窃听器 笑什么 木然回首 剃刀却在灯火阑珊处 黄剑 我是剃刀 你暴露了 必须马上撤离 党派我来不是让我一遇到危险就撤退 我要坚持到最后 拿到这份情报 谢谢你 徐从良 刚才帮我脱离险境 对了 你是怎么发现孙奎叛变的 金三府给我们一支药 说只要注射到孙奎体内 她的意识就不受控制 可是当我问到孙奎她老婆的时候 她却说她老婆已经死了 这又怎么了 之前我在审问妓女的时候 有一个认识孙奎的妓女告诉我 说孙奎的老婆还在 只不过是有一年多没见过 她老婆明明活着 她却说她老婆已经死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她的意识根本没有被控制 也就是说 金三府给我们的药是假的 她让我们用药物去审问孙奎 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还有 孙奎在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 故意装出意识模糊的样子 这又说明什么 说明她在配合金三府演习 那也是说 她没叛变她是什么 如果孙奎已经碰变了 为什么要在妻子的问题上做隐瞒 这只能说明 她老婆在她心里比较重要 她也清楚 她一旦说出她老婆的下落 她老婆必死无疑 你觉得白柳成会知道她这个破绽吗 不好说 姓白的这个家伙 嗅觉比狗都灵魂 再说 她刚才一直没有 我估计现在电讯科 正在监听我们每个人的电话 是啊 你赶紧想想办法 怎么把消息传递给你哥 当然 也希望你哥能机灵点 别让那傻子李李军去街头 我估计 我们是负责的 我估计 我估计